大家好,今天是11月1日星期三 11月1日是交易日,市場仍是禍禍禍禍 又要等美聯儲的息會,又要等借國借國借國 其實有一件事,不想買過就不想買過,不要等了 北水方面,還有少許流入,有流入就沒有流出 所以基本上慢慢做得好 要看看之後要繼續,是不是可以持續 可以使用到這裡可以多些好 第二件事,我們來看看板塊方面 如果今天是和和妥妥,因此除了汽車會好多之外 看回地產和銀行都在這裡 有少許微升,因此又不會死得好多 17000點,似乎應該有支持 個別的股票方面,所有的科技股都很坏 除了中芯國際、小米等 還可以繼續好一點 有一個要留意的就是 中芯國際和小米呢 都是實業股來的 其他的呢,我個人認為 阿里巴巴和騰訊呢 就是虛無飄渺股 不打遊戲 不會死的嘛 但是 如果你不做芯片 你不會去做手機,會死的嘛 這個科幻股裏面,有些真的科幻一點 有些科幻得來又實業一點 我比較傾向我喜歡科幻得來又實業一點的股票 好了,再去其次 我們看看其次方面 又是這樣啦 我以前都說過的啦 在這點裡面呢,就是萬職區 有一個支持 我估計應該希望11月中之後呢 我估計應該希望11月中之後呢 就好一點啦 因為BlackRock 中共的基金呢 在11月7日就會全部清貨 那麼 這個要清貨的話 可能其他的一些 你的美國資產呢 都需要繼續清貨的 騰訊那裡呢 一定是 繼續清貨的 因為換了一個新CEO 新CEO是來自高盛的 高盛是美國的 因為很多金融事務上的打手 那麼再其次呢 就是 不要說他打手啦 他都配合美國政府做事啦 很多東西都是看到他這樣 然後再跟著呢 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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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菲特有估啦 是啊 真的沒辦法了 那暫時來說 其次呢 估計就已經在萬職區整股 上面的阻力是178 下面的支持168 那麼 如果好一點點的 是應該真令油條件 升上去 這個通道是上軸 暫時 這個是18173 那就是182度啦 應該遲些 如果咬上來就可以了 我估計 好了 今天有什麼是 股票可以想想呢 吃藥啦 石四藥集團 也很優秀 隨便 說